大伙喜欢相声 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要嫁给于谦 给国德纲生孩子 那咱仨就好好过日子呗 怎么仨 还有个日本的 还有个印度的呢 好几个呢还有啊 准备咖喱去 喜欢于老师是对的 因为于老师在品性方面是这份的 您又捧我了 人很好 您客气 我举一个例子 于老师连洗头房都没去过 这叫什么品评标准呢 现在说洗头房 好多小孩都不太了解 二十年前 那是一个 深受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这叫什么喜闻乐见 有一个小房子 有玻璃窗 有一小门 点着一个粉色的灯 都熟悉 里边做一大姐 大姐 他说它是美容美发的 你把他那屋拆了 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 对 人家不用那工具 嗯 那个地方很多相声演员都爱在那待着 我就能吓一跳 啊 货 多少钱 哎 别问价了 我不进去 我问什么价啊 我认识说相声的人里边就俩人没在这个地方待过 还有一谁啊 那个人叫孙岳 哦 孙岳我知道 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 可胖了 嗯 那我将近四百斤 差不多 他没去过 他也是单纯 进不去 哎 对啊 门太窄 他人家出来 人家大姐不出去 怎么 我们这个行业没有露天作业的 对 没害 没有这词 没有啊 所以说余老师是真正的证人君子 还可以 余老师这点特别好 是吗 重情啊 重情是对的呀 六岁就爱上了他的表妹 这叫什么重情啊 不懂事 表妹叫绿茶 绿茶表啊 这词我们知道 表妹说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不能嫁给你 是吗 因为以后我要嫁给王子 怎么就非嫁给王子 我的意中人叫 毒咕咕咕嘟咕噜嘟嘟子 哎 您跟他说那就是我 嗯 表妹说我因为吃饭啊 拿筷子拿的远 这叫嫁王子啊 所以嫁得远要嫁给王子 怎么说的呢 果然越拿筷子越远 是吗 到后来两根筷子 接着一块 就这么拿 吃饭 长大后果然嫁给王子了 嫁给炸油条的了 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 这个千哥在跟嫂子结婚之前 只是正经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这不是也很正常吗 叫彪子 我那女朋友叫彪子呀 哎呀 这彪子挺好看的 是吗 就是腿有点螺圈 那叉车车膜 没事的时候还喜欢化妆 还喜欢带花 带着一圈一圈的各种的花 是 千哥领他走了街上 谁看谁问 是 给谁送花圈去啊 什么花圈的呢 两个人是挺恩爱 我们俩还挺好 找一个喝甜水的地方 这一坐水吧 每人拿着一杯黑珍珠的奶茶 前几年流行喝这个 你看我我看你能坐一下午 就这么爱看 大杯 有一个吸管 叼着吸管俩人 是吗 咯 咯 咯 我们这是喝呢还是吹呢 这个 开心啊 咯 呃 呃 呛着了 标子一下呛着了 是吗 这点黑珍珠顺着鼻子眼 劈得啪啦 劈得啪啦 哎呀 太恶心了 这个 满桌子都是 就这么些个 把签勒的 那还不勒 别捡呐 行了行了 别玩了 多恶心的这个 彪子看不了了 他也恶心了 夺门而出 人家跑了 签赶紧追上去 把门夺回来 彪子抱着门跑的 我说叫夺门而出呢 最后两个人也没有走到一起 那走不到一起去 彪子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走吧 过客也是客 该接也得接 好 我这接客来了 接完了过客之后 后来遇见了嫂夫人 就我媳妇 远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是前生造定 是莫错过姻缘 这是老话 两人感情真好 我们有基础 到现在 签哥开车带嫂子出去 无论到哪一停车 他得先下车 给嫂子拉车门 这绅士风度很棒 多好 告诉您各位一个窍门 什么窍门 如果您在停车场 看见一个男人 主动拉车门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 第一 这个车是新的 第二呢 这个娘们是新的 嗨 反而得有一新的 哎呀 真是特别恩爱 自从他们结婚以来 嫂夫人几乎 承包了签哥的所有工作 都不让我干了 洗衣服啊 买衣服买鞋 给他弄装弄那个的 就拿他当废物 那么养活着 什么这叫什么话呀 就这么恩爱 恩爱可以 我们在外边演出 签哥讲话 我很久没有花钱了 怎么呢 不需要我买 都是他替我买好了 这多好啊 这 你回头看那剧场门口 有一老太太 摆摊 卖自己织的毛线帽子 这小生意 签哥掏钱买了三顶 我还买帽子 哎呀 有日子没花钱了 再一个 我说帮助帮助这老太太 照顾照顾生意 挑了三种不一样颜色的帽子 都什么色啊 一个芹菜色的 嗯 一个韭菜的 哦 一个青萝卜的 好 我买仨绿帽子 都叫照着镜子挨个的戴 都一样 嫂子看着 嗯 其实你不用买 不用买什么意思 你说一声就行 没听说了 有这么逗的吗 非常的恩爱 我们挺好的 俩人特别的好 刚才在后台脱掉演出衣服换 宇老师一换裤子 我都感动了 感动什么 他两口子穿的是情侣裤衩 其实你先等一会 回来 你快少来这套啊 你跟我说 你怎么知道这是情侣裤衩 就别想 瞎编不行 我是听高峰说的 好嘛 就瞒着我一人呢 高峰听他媳妇说 他媳妇听我念头 怎么那么转圈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反正就说明人家这个恩爱 行了 我们俩这些年来 说句良心话 就算有什么别扭 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事情 如何如何 只要嫂子一出面 马上就摆平 他能解决 哎呀 我心里又别扭 我跟谁打架了 或者工作上不顺 只要找到嫂子 嫂子一定会说服我 怎么那么别扭啊 这词听 你换个词不行 换个词是这点事 当然 嫂夫人有别扭的事 也会问我 都可以问 打电话 你上家来一趟 我有事跟你说 多忙我也得去 那是 到这儿你敲门 嫂子出来了 一看嫂子穿个超短裙 什么天穿超短裙 在家里怕什么呀 在一个也不是很短 到哪啊 到锁骨 啊 那不叫超短裙 那叫甲领子 那个 上头这个边啊 在这个锁骨的上头 是我问下边 在锁骨的下头 这不还一样吧 进来了 千儿哥呢 你来的正好 刚走 刚走啊 刚走就要正好啊 你吃饭了吗 我说没有 来吃豆腐吧 什么吃什么豆腐 红烧豆腐 给我切了一盘金华火腿 这是韭菜 嫂子这是什么呀 这你都不认识 什么呀 有一腿啊 对 你们俩这事 非哥明面说呀 这 你们闭会 吃着喝着 我给你包饺子 我开始吃饺子 老话说的好 好吃啊 不如饺子 好玩啊 怎么着 不如饺子 不如包饺子 没听说了 哪有这么逗的呀 吃着喝着 嫂子 您找我什么事 说正事 嫂子眼泪下来了 哟 哭了 我要问你 你跟我说实话 咦 怎么了 中国人有句传统老话 老嫂鼻母 小叔的侍儿 我是拿你当我亲兄弟一样看待 怎么回事 所以你们 不管你们台上开玩笑 胡说八道 那是工作 但台下 我是真心实意的疼你 兄弟 你跟我说实话 我问你 我问你怎么了 就对对 你赶紧说 怪可怕的 这叫 吓我一跳 什么事 嫂子 我也问别人 别人反应不太清楚 对 只有他跟你是发小 从小一块上学到现在 是 你可不许瞒我 你赶紧说 不是 您别 越说越渗得好 我不吃饭了 你告诉我 你想问什么呀 你就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们上学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每天晚上睡觉前吃黄豆 对 你提这事干嘛 您这前后还都勾着您这事 我告诉你 听我说相声 你一定每段都得听 是啊 要不然人家都乐 你不知道因为什么 行 你问这干嘛 我也愣了 怎么回事 嫂子 汤汤汤汤汤 跟我一说 我是哭笑不得 这事怎么说呢 你们可能还记得 于老师上学的时候 记着 十斤干炒黄豆 不用再说了 三盆凉水 你记这干嘛 这个好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结婚 还坚持着呢 他吃惯了 开始嫂子说 你为什么这么吃 她说 我们说相声 我们得说得唱 要用气 吃黄豆是为了补气 这是补气 嫂子就信了 是啊 可是列位 她补气 气多了 她还漏呢 是啊 都漏了 早晨六点半 千儿哥准时漏气 我都定了点了 定 大 大 大令定 大 大的令 大令 定 大 我放出一副板来喝着 高峰那会儿 就是根据她这节奏 练 大令定 大 六点半 准时放 七点差不多能结束 半个小时 她媳妇呢 得到七点半才醒过来 好 熏晕了 一睁眼 哪儿那么大土 你想啊 一脸的豆面 好 我这磨磨呢 我这 你们都吃过那小吃驴打滚吧 多恶心 就差不多是那样 先打磨打磨 耳朵圆里还有一整黄豆 好家伙 别吃了 没嚼碎了 重新来一遍 千千就这出 后来嫂子上医院检查 就轻微的脑震荡 好家 崩的 你这怎么弄啊 这玩意儿 后来就求她 能不能不吃 对 不行 大家小时候的习惯 现在不吃 受不了 必须吃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哎呀 后来她媳妇给她跪下了 跪下 求你出去找个外遇好不好 有这么干的吗 怎么 秧给都不行 非坚持 媳妇真生气 你就这么放吧 干嘛 早晚有一天把肠子放出来 解气呢 气话 她哪能听你这个呀 不信 照吃不误 现在技术提高了 不用脸盆喝水了 那怎么办 桶装水整一桶 顶三盆 每天晚上一桶水 十斤炒黄豆 媳妇骂街呀 是 你就吃吧 早晚有一天你把肠子放出来呀 解这恨的 早晚把你的肠子放出来呀 别老说这了 不管用 一晃多少年就过去了 这天早上起来 她媳妇给她做北京的小吃 什么小吃啊 炉煮 就炉煮小肠 就北京人吃热了 猪的肠子炖出来的 叫炉煮 洗着肠子骂街 你就放吧 早晚有一天 你就把肠子放出来 我老说你也不信 我媳妇干嘛这么阴险呀 老说他也不信 是 有肠子了 这有什么用啊 我把这个扔到被窝里边 她一害怕不就改了吗 好嘛 拿出来都擦干净了啊 一整挂猪肠子 好 七十八斤 七十多斤 这猪才多沉呢 背着这猪肠子 进屋 撩开背 走你 好家 能把我从床上顶下去 盖好了被子 媳妇出去了 上外边包蒜包葱 看着表 六点半了 听屋里边 叮当 怎么还有疑问的呀这个 门一开 鱼谦的脸出现了 煞白 是 不要进来 啪 关门了 又过了三十分钟 门打开了 鱼谦一身轻松 媳妇 原来你老瞎唬我 说把肠子放出来 对呀 我根本就不信 没这事 今儿过你才怎么着 怎么着 真放出来了 是啊 不过你不用害怕 怎么 我把他都塞进去了 对 对 对 后来呀 没有链着的 你说一乐 没错 不用较真 相声 听完就是为了开心 当然也有个别的观众 找过我 说什么 郭德纲 我就爱听不乐的相声 我们家七辈都没有好人 我就指望听着相声 把我教育成好人了 我就希望听完相声 让我哭得眼泪汪汪的 我才开心了 是啊 我救不了你 您这是拔牙的时候 伤了前列线了 好 牙根长太深了 我的能力有限 水平也一般 能让观众开心快乐 我就觉得很知足了 这挺好的 这个其实也是谢谢您各位 对我们的支持 对 江山富老能容我 不使人间造孽前 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 四百多相声艺人 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向上怎么说好 雅俗共上 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 雅要雅的那么俗 俗要俗的那么雅 这就是辩证的关系 无与你焉有何花 这话好 当然有的时候也确实有人玩命指责 必须要雅如何如何 其实有的时候他有的人他给你提毛病提意见 他不是希望你好 那是 他是为了逞他的能 你干这孩你说怎么办呢 是 全场好几千人一个乐得没有 我们还干不干这孩呢 就说是 对不对啊 雅俗共赏 我们也不是不行 努努力 每一句话都用文言来说 那明天就没饭了呀 没人听着 得考虑大部分观众的口味 对 你比如我 哎呀我跟于老师 我们俩好朋友 什么叫好朋友啊 一归一见 交情乃现 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川芳果物 妻子不必 此之位好朋友也 是 听着好像很雅致 那这明天没有饭了就 很多人不愿意听 太雅不行 太俗 太俗也张不开嘴 太俗怎么还不行啊 我们俩好朋友 就是俗着怎么说 我们俩好朋友 所以他 他吃食 我认为他很厉害 那本身就是很厉害 如果我们两个 不是好朋友 这回呢 他吃食 也很厉害 废话 哪是这么比的 反正你吃食 就觉得很厉害 不吃的玩意 是不是啊 俗中雅 雅中俗 是 简单的俗 就是很高尚的雅 当然 征镜这个 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喜欢就好 谦哥在我心中 永远是那个 不敢说到圣人吧 但最起码来说 可圈可点的 这么一个好人 您这太捧我了 真的啊 我们 他结婚的时候 我在云南拍戏 我说我得请假 于谦结婚 人组里说 你走就得罚钱 我说罚钱 我也得回去 就这么好的 好哥们 真的吗 所以我必须得赶回来 回来他 哎呦 我没想到 回来了 我说多欣赏呢 一年一次 是不是 一年接一回 我这太频繁了吧 我这 结婚 哎呦 这边坐着他 他父亲 他母亲这边 老太太挺高兴的 是吧 高兴儿子结婚吗 可不 老太抓把瓜子跟着 瞧我妈这闲的劲 老头跟着插的实实的 是吧 看着这几个女服务员 哎 好 他馋了 他这 什么两口吧 这边 这边女方 我们看着 肃然起庆 那他们倒没事 老太太坐在这 他岳母 很端正 老太太 教师 老爷子是大学教授 他岳父戴着金丝眼镜 这不一样 头发梳的 西装领带 对 特别安静 看这边 哎 好 一会他岳父讲话 好家伙 我都看着哭了 讲什么话 他岳父 谢谢大家 今天我很开心 我要先给于谦先生 鞠个宫 给我 我唯一的女儿 今天嫁给你了 以后你们就不是小孩子了 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 就这么一个女儿 可能我会把她宠得不像样子 日后过日子 如果有个对不对的 说的话合适不合适 请看在我的份上 宽恕一耳 感动的我们 就这个老爷子 人家那个岳父 你看 意思就不一样 有文化 当然结婚之后 千儿做得很好 我也不错呀 对得起他岳父的这番教诲 那当然 就所谓的出轨半 比如一回两回 那其实说句两句话 没有 这地方别含糊 什么时候出轨 就是比如洗头房 是去过一回半 没去过吗 不是刚说完 一直是没去 这怎么着 后来不是那看 倒霉倒霉洗头房上 怎么了 洗头房那块要拆迁 贴个告示 洗头房要拆迁 以后再来 大姐姐就不在了 赶紧来 不来是啥子 我还是想那大姐姐 你看他要进嘛 这得去呀 到洗头房去了 结果警察叔叔来了 就给他弄走了 你瞧赶的这个 弄走到排除所 好家伙 蹲着一溜 全逮着了 各式各样的跟着 警察这么大岁数 你说 打电话吧 打电话 让单位来人来接来 让家属来接来吧 丢了人了 都紧张 有的是那个 媳妇来了 进门又哭又闹 有的单位领导来了 给带走 签跟着嘀咕 哎呀 正嘀咕 门一开 岳父进来了 他来了 老头直哆嗦 气的 金丝眼镜都快掉了 哎呀 于签 我说你点什么好 我要打你吧 我是念书人 我动不了手 骂你 我这个嘴 我不能说脏字 是是是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你对得起我女儿吗 真是 老头真哆嗦 警察也劝 别着急 别着急 对对 你们两个认识是吧 认识 压在一块 把他也关起来 对 对 把他也关起来